過年到了又要大掃除了 東西多到好想把它丟掉 那就丟啊 我很會收藏鞋子喔 打掃阿姨都化我喔 可是有的人會丟 有的人不會丟 因為有的人會坐家室 會把所有東西丟掉了 應該就是不會坐家室吧 我們可以問一下 搞不好我們特別來賓 就有這樣的問題 有嗎 李佩甄 超好 我 你跟天上坐家室三個字 你有點鬼見愁喔 害怕 我每天在接觸的事情 我超熟悉 我跟坐家室是好朋友耶 那你鄰居是不是 是講給婆婆聽的吧 沒有 是真的 我很會坐家室 而且我從小 因為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下長大 所以所有的家室都是女生一肩扛起 對 不管是你要做就是打掃的部分 或做吃的 或是就是 拜拜祭拜的 那每一類我都會 都可以是嗎 真的嗎 我跟你講 除了能祭拜類 如果你都會的話 你真的就是一個後勤部了 對啊 像掃墓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派上用場 真的 第二位 喬軒你應該更不會坐了吧 我會 因為我們家也是重男輕女 所以我們每到過年的時候 就是所有 包括刷油漆啊 換燈泡啊 什麼都要會 就女生都要會 我還會修馬桶 真的假的 不要懷疑 等一下喬軒要幫我們換一下 她頭後面那一盞燈的大 好好看 那麻煩拿個梯子給我好不好 還有我們銀號機有點故障 這個有點難 要屬於家庭的東西我才會 還有第三位我們的專家 安琪老師 我是那個會作家 是做到還要教大家做 所以你們家也重男輕女嗎 可是我覺得是習慣耶 因為從小就跟媽媽做 就是跟佩蓁一樣 就是要拜拜啊 什麼都要學著會 對 那我們要問一下我們的熟女團啊 有沒有因為 太脆 對不起 太脆 太脆 因為我也覺得好冷 熟女團 有沒有太會做家事 導致於你的命運坎坷的經驗 有的請舉牌 Amanda 只有我一個人啊 還有阿湘 我也有 我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曾經就是因為 太會做家事 然後又太雞婆 所以我跟我的前男友 訂了婚之後 我又討婚 因為她的 因為她的媽媽 她是個媽寶 然後呢 她的媽媽覺得就是 我太能幹了 所以她什麼家事 都全部叫我做 像比如說 我後來決定性的 就是逃離她的身邊 是因為那時候她的 大哥的太太 就是她大嫂 那時候懷孕肚子很大 已經七八個月了 然後他們家 曬衣服的地方 非常小 所以她進不去 沒辦法曬衣服 她就跟她老公說 妳可不可以去幫我曬個衣服 然後她老公就說 喔好 她就去曬衣服 然後很不巧的是 她媽媽那時候剛好從 加拿大回來 住在台北 就看到她兒子去曬衣服 就跑去跟她兒子講說 妳去他們家 是不是都在當庸人啊 然後她還跟我大嫂說 她大嫂說 妳知道嗎 那個張爸爸就是她的先生 她在家裡面 我從來沒有讓她曬過一件衣服 她連洗衣機怎麼開都不知道 妳竟然讓妳先生曬衣服 所以我就覺得 這種家庭不能嫁 我就跟大家分手了 真的嗎 那妳自己呢 妳自己是很會做家事的嗎 我自己非常會啊 而且我還會訓練阿姨 怎麼樣 就是呢 因為像我住上海跟台北 那因為我工作很忙 所以我都有另外請打掃阿姨來 然後我的外號叫做 打掃阿姨水箭蟲 為什麼 就是聽說台北市的清潔公司 都有幫我列外名單 就是我用阿姨用很兇 那妳自己會怎麼訓練他們 就是 我要求得非常嚴格 而且我自己都會做 所以像他們笨手笨腳的時候 我就會罵他們 比如說擦百頁窗 像百頁窗就是家事裡面的硬點子 對不對 然後我就看他們越擦越髒 我就會教他們 比如說妳可以用那種 擦油漆的棉布手套 它不是五指嗎 其實妳這樣滑過去 五片就乾淨了 真的耶 我跟妳講 她有講出一些小撇布嗎 不像前面那兩位嘉賓 畫虎畫蘭花講了半天 妳不知道到底會不會 對啊 可是妳剛剛說那手套五個 然後妳這樣擦完五片之後 那其他十三片怎麼辦 所以妳就要一次的滑上去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種遊戲 所以她要買了六箱的手套 要給阿姨 可以洗手套可以洗 對 因為妳百頁窗有兩面 妳這樣滑過去 是不是兩面都乾淨了 對 妳們聽聽子瑜的子瑜 我是 我那時候也是住國外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會煮 就是不會煮飯 也不會煮菜 然後那天我就 就是從那邊就看看 就看很多書 然後煮菜煮飯 到最後我的手藝就變得非常好 我的男朋友 我的男朋友就是中午都 中午上班 中午都會回來吃我煮的飯 為了妳中午回來吃午餐 對 還是妳跟她見面的時間 都是在午餐的時間 沒有 那是另外一種行業 就是中午回來吃完午餐之後 就回去上班 哪手菜是什麼 講兩道看看 我喜歡煮是那個三杯雞 三杯雞 三杯的醬料是什麼 是怎麼調和聲 三杯雞就是糖 糖 米酒 糖 還有米酒 還有那個叫什麼 薑 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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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酒生糖 臺灣豪 媳婦 你再給她聽聽看 三杯雞 妳一定有三杯 三杯 妳要米酒 高樑 紹興 沒有三杯的醬料 三杯的醬料 妳真的太假了 不是 我們來聽一下阿湘的 以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們家很就是比較亂 然後就是他媽媽可能就是 上的班是比較晚上的 所以就是等於說他們家 什麼意思 就媽媽上夜班就上夜班 什麼叫上班比較晚上的 對 類似 然後每次就是跟男朋友約會的時候 就是去他家 然後就是幫忙整理家裡 就幫忙他整理家裡 然後他媽媽就覺得 這個女生不錯 是 對 都會幫忙整理 很好啊 是啊 就是每次約會 就去他家整理東西 所以也不是去看給妳唱歌 都去他家整理房間 幫庸 幫庸 那真的很坎坷對不對 大嫂除了時候 最難整理的地方是什麼 對不對 最難少應該是抽油煙雞吧 對 抽油煙雞是非常之難少 這是家裡的死穴啊 就叫妳平常不要煮菜 妳就不會這樣那麼難清了 妳在那邊驚訝 買外食 對啊 還有那個抽油煙雞的那個 極油盒的那個小撇步 就是 極油盒的小撇步 對 極油盒現在都是那種拋棄式的啊 基本上就是把它倒掉 丟掉就好了 這是驗尿的吧 妳回去看一下妳的嘴臉好不好 多討厭 我們時間也很難 妳剛剛有在模仿陳沙莉的意思 我是如果傳統的 我這樣還會是個好婆婆好嗎 如果是傳統的 還是有那個盒子嘛 那我就是把這個 衛生...就是紙杯啊 把它...不能紙杯啦 說叫做減半 然後塞進去 把它...因為它有點彈性 所以把它塞成一個四方形 是 這樣子以後油就會滴到這裡面 我就每次都把它丟掉丟掉 很方便 對 就不用清理那個東西 可是問題那種還是屬於比較硬 用保鮮膜比較快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我試過很多次 喬睡妳說用保鮮膜 對 保鮮膜其實 妳只要整個 上包住它吧 扣上去就好了 所以其實保鮮膜又安全 又快速 喔 每個禮拜換就好 過年的時候就不會那麼累 真的有在做家事 真的欸 我們老師還有一個啊 衣櫃收納的方法 我的衣櫥是 我會分類遮那個衣服 因為我衣櫥不是很大 所以衣服那麼多的話 遮起來的 就很難找嘛 我就會分 長袖 短袖 無袖 然後背心 然後一點一點都很清楚 但我每次跪位的時候就會放 屬於它的位置 所以我每次找得很快 就算跌到後面去 我也知道 後面是長袖 這邊是無袖這樣 就很簡單的一個概念就好 但要習慣 然後襪子也是一樣 絲襪我會分透明絲襪 厚的絲襪 襪子 褲襪 或者是彩色的 黑色的 然後會幫它放到那個 盒子裡面 就一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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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 特殊的 床毛啊 床頭嗎 馬上 來到機會就趕快穿了 床頭啦 可是我有一個 一個教大家 換那個被單的簡單方法 哎唷 那被單很累耶 就是假設這是 這是被子 是 那我簡單示範 就是如果 我床單要換 要放進去很麻煩 所以我先把那個被單 攤開在床上對不對 那這個是棉被 我就把棉被折這樣子 九分 三分之一進來 三分之一進來 嗯 想要再三分之一進來 摺成一個方塊 然後放進去 被單正中間攤開 全部攤開 它就很正了 怎麼攤 妳放進去怎麼攤 因為被單很大嘛 就放進去就好 因為我們不是會有一個拉鍊嘛 拉開 然後就放到正中間 我只要把四個腳拿開 妳不是把兩個腳兩邊抓住 對啊 甩一甩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它會很正 有時候甩會甩很久 四個腳都要抓都要找 有我就有甩過 然後筋拉傷的 背就拉傷 就發現自己手很快 而且很準 是真的 因為我有一次啊 就這樣甩完甩完之後 然後 欸 不對耶 結果有兩邊是空的耶 有沒有 因為它的尺寸是不對 長方扭棒 對 可能是長方扭棒 對啊 然後就 算了啦 反正那邊是李金翔蓋的 欸 欸 麵達妳說什麼 甩到腰扭到 不是 就是像她講的那個方法 我覺得比較好耶 我學到 謝謝 因為通常我都是抓住兩隻腳 這樣甩嘛 對啊 就有一次一甩 然後背就拉傷了啊 就發現自己真的是熟女 妳是要甩到隔壁是不是 甩會大力幹嘛 不是輕輕的頭兩下就好了嗎 沒有 有時候棉被很重 就這樣拿起來甩就 啊 然後就拉到 沒有 她是從12樓甩到1樓管理的 對 芷筠 她要教我們如何收納內褲 對 會摺成像一個小 小小的那個小包包 喔 對 會有帶來 是 摺成小包包 那請問那種阿嬤大內褲 要怎麼摺成小包 對 那這個大包包 那這個大包包 我只有想到 那小丁要怎麼摺成包包 摺完之後會像這樣子 對啦 怎麼摺 怎麼摺 都是這樣摺啊 好像水餃喔 好像香包 好可愛 摺完之後像這樣 可是有時候我的小內褲 會是這個樣子 喔 喔 天啊 那個嘴巴可以打開嗎 可能不會 妳現在是在講心裡話還是 摺得很漂亮 不是 那怎麼摺的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回到正題 好 怎麼摺的 在正面 然後妳就摺兩摺 前面摺兩摺 然後翻過來 這樣翻過來 翻過來 然後翻過來 好 我們知道翻過來 然後再摺 這樣對摺 嗯 就把它塞進去 連阿嬤內褲都可以 連阿嬤內褲都可以摺 真的耶 好可愛喔 剛好那個蝴蝶結 還在前面有沒有 好可愛喔 讚讚讚 厲害很厲害 在一起嗎 還有巧思喔 李佩甄妳學著 妳阿嬤當內褲摺完之後 那個L剛龍落出來 對啊 對 妳在墊前那個小寶寶 我們問一下我們十五位好不好 內褲妳們會好好的把它摺好的 請舉全 會啊 內褲一定會摺啊 一定要摺啊 很軟耶 妳很像花車上面大賣場的那個 也是沒有的 劉瑩妳是怎樣 我就會把它攤平放好啊 我也是 那不是很難找嗎 對啊 那很難找 對啊 妳很難找 對啊 妳很難找 一找這樣一疊 中間抽一個出來的話 一先都亂了 整疊都亂了 就亂掉了 不會 我就大概把它收納而已 不然我內褲帶了七十幾條 我怎麼收啊 妳有七十幾條內褲 對啊 可是妳不能一次 對 內褲 那妳還不是那麼多鞋 妳是蜈蜈嗎 講得好 講我耶 妳也都鞋 對 但是內褲七十幾件 我現在真的太over了 不是 OK 妳七十幾件OK 可是妳都怎麼收納 沒有 我就對摺 在對摺而已 就這樣 然後分顏色 齊安 妳是 我也是不會好好把它摺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妳看起來乾乾淨淨的 就全部也是把它攤平放整體 妳也是一件一件它摺 妳也是攤開來 像流影這樣 對 內褲妳也不可能把它弄多亂 對啊 不是 可是妳一件一件攤開 就是不好抽嘛 真的 妳怎麼找 不是 妳就像她剛剛講的說 妳比如說要找第三件的時候 妳翻翻翻 然後整疊都亂了 我就一直都拿最上面那一件 就照日記照 那不永遠都穿那件內褲嗎 下面都寫怎麼辦 沒有 內褲上面還有寫金木水火頭 那條件是哪一天而已 或者是妳從最底下抽也可以 對 Elan 妳要教我們的是 就是我們不是女生都會有裙子跟褲子嗎 然後我們就會另外把它吊在旁邊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還滿浪費 吊褲子 吊下半身這邊的空間 所以我就會用一條繩子 然後綁在上面 就是上衣的地方 然後下面是掛另外一個衣架 就是我們褲子啊 裙子 所以就整件配套配好 然後我們不是現在冬天很多那種圍巾嗎 圍巾放在那邊又佔空間 所以整件配套配好之後 我再把圍巾圍上去 那妳就每天就必須要穿那一套就對了 是白圍巾嗎 就是可能會很多套 然後讓妳這樣子跳 妳這樣真的很麻煩耶 不覺得那種白圍巾就可以招魂了嗎 等一下已經有夠東西了好嗎 那什麼 那什麼 就是可以 新衣家 對 新的 喔 新的 一個接一個 她就做一個掛包 喔 然後我比較窮 這叫省錢嗎 所以我就用繩子 這是省錢 對 這是自己做的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說 她已經把一套一套 全部都掛在一個衣架上面了 對 就每次禮拜一到禮拜天都分配好 對 一天拿一套這樣子 對 這樣還省下那個衣櫥的空間 那剛剛有講說那個東西 多到妳都想丟掉了對不對 過季的衣服怎麼辦 就塞在衣櫥裡就好 怎麼可以 我跟妳講我自己有一個時間表 就是說打開衣櫃 如果發現這件衣服 是兩年都沒有穿過一次的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折好 然後或是洗一洗 捐給別人 捐給二手衣回收 或是上網把它拍沒掉 如果滿貴的衣服的話 我就會這樣 那當初為什麼要買 當初買是因為當初有用到 有要穿啊 對啊 那後來這兩年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再穿啊 可能是因為那生小孩 而且那些蠟裝現在都在哪裡 蠟裝手就都賣掉了 蠟裝手就都賣掉了 當我嫁做人婦的那一天 所有的 會看到屁股下半圓的短褲 還有低胸的衣服 我全部都賣掉 那妳這一件是 這一件呢 這一件是因為你們節目 每個都熟女 你看我們每個穿得多保守 就妳 我們全都包起來了 對啊 而且我剛剛一坐在這裡的時候 那個阿湘還問我說 平安姐妳說妳現在還是會餵母奶嗎 現在是怎樣 我尊重妳們節目 我希望像一個成熟的貴婦來上節目 我才會把長輩帶出來 尊重啦 對 然後還有鞋子 鞋子如果三年妳沒有穿過它 連套 套上去都沒有 拍照都沒有穿過 拿出來捐出來或者是把它賣掉 真的 都可以換很多的現金 然後再去買資 妳最後引進妳 妳竟然講的是人話嗎妳 沒有 總是有時候跟上時代啊 妳不能一直在穿舊衣 對 妳淘汰舊的 還可以順便賺錢 換新的有多好 對啊 妳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家裡完全都不打掃 然後他的那個衣服也都不整理 然後呢 他的衣櫥已經被他塞爆了 然後呢 他就是久而久之 他又很愛買新的東西 他就會把它放在走道上 然後就變成一坨山這樣 然後妳走路回房間 都還要經過那一坨山 就妳還要爬山回家對不對 然後 上山頭就是 對啊 明明就是妳好不好 我朋友的故事 然後呢 你知道有一天他老公都已經收不了 他說 到底要不要整理啊 這衣服這樣放在走道上面 這樣人家怎麼過啊 他說不會啊 你看 我們這樣子生活要過得有創意 有樂趣 你看 妳今天想穿什麼事 來 為您抽出北區的觀眾 創意 一件衣服 他說那今天就穿這一件吧 你看這樣生活多有樂趣 最酷 妳真的很有樂趣耶 我跟妳講小禎的衣櫃 怎樣 真的就是跟 我們一般人的房間一樣大 她的衣櫃至少就是大概有六坪了吧 就是六坪 然後一面每一面都可以掉衣服 每個抽屜拉開都是滿滿的衣服 還有中間一個中島 它的衣 對 它的那個衣櫃裡面還有一個中島 是可以放它包包 然後一些雜物什麼的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到她家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衣櫃我整個是 哇 就像那個電視廣告一樣就 尖叫類的 哇 我跟你講我不是興奮的尖叫 我是嚇到 它每一個都塞滿滿 然後中間的中島也堆到這麼高 而且還是不夠用 然後還不夠用 然後那個衣櫃的門一打開 然後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掉出來 還把它壓倒 沒有 我的衣櫃沒門 我跟你講真後悔一定要有門 因為你這樣子至少來啊 那個緊急有客人來的時候 把它全部都塞進去關起來 對 這個東西多到 你就是要清 你就是不清 就應該要清 可是我都會捨不得丟 其實你知道像長袖的袖子 然後你把它剪下來之後 兩邊縫合之後裡面塞棉花 縫起來就可以當長靴的那個 固定的 你就不會浪費 斜撐對不對 對 斜撐 然後剩下的衣服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一樣把它封成長方形 就可以收一隻球鞋或兩隻 兩隻球鞋這樣子 小燕最近通告比較少 沒有啦 怎麼會有這個行動 不是 我有行情一起的 通常失眠的時候 你都會想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因為我不喜歡把衣服 就直接這樣丟掉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 所以我就喜歡把牛仔褲做成包包 或衣服這樣改 那你是不是自己會自製那個 收衣箱啊 對 我會留那個紙箱 譬如說那種 十元的那種鋁箔包的那個 它不是只有半個 一半嗎 所以那個就可以當收那個襪子 然後其實你只要再準備一個大一點的紙箱 然後你就可以放差不多三層到兩層 你就可以收襪子內褲內衣這樣 我那天其實有學到一招 你知道那個 我們現在那個滾筒衛生紙裡面 不是有一個硬的心 紙捲 那個紙捲你可以把它拿出來 然後放你的那個圍巾 然後你的圍巾折好之後就是一桶一桶一桶這樣 保鮮膜的心也很好用 對 咖啡外面有一個那個防燙手那個紙捲 那個紙捲也可以用 放襪子很好用 對 放襪子很好用 黏一黏放襪子 那像我個人覺得 鳳梨心啊 你們用保鮮嗎 沒有 保鮮膜的心 你幹嘛一定要跟我們聊這個啊 我想不出來還有什麼 心可以用嘛 保鮮膜的心真的很好用好不好 在摺衣服時鐵衣架常讓肩膀處出現兩個小角 到底有什麼聰明的方法可以解決呢 讓安琪老師告訴你 安琪老師來幫我們示範了 您剛剛講這個毛巾的部分 其實毛巾或是有家裡不要的圍巾都可以 像我們就這樣從中間這邊 然後這樣一直繞 就是讓我們的衣架變成胖胖的 而且是軟質的 所以我們在掛衣服啊 襯衫啊 他就肩膀這邊就比較不會變形 哇 這一招很厲害 他繞出來就有這一個的效果 對 像這樣子 這種印象很貴耶 三個就好像要一百多塊了 這一個嗎 也是有便宜的 像這樣他就變成有點胖胖衣架 妳剛剛意思說他買貴了是不是 對啊 他買一個十塊錢耶 是是是 對 像這樣的話就拿來收 每天跟他們說什麼 自己在台灣好心 對啊 沒有啦 對 那另外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如果說我衣服 我們一半都是橫著掛 看你一個衣櫥可以掛20件 那如果說我們讓它向下延伸 它可以多放一倍 對 那除了剛剛掉繩子之外啊 像我們喝寶特瓶 也可以 為什麼 不是利用寶特瓶 是寶特瓶上面有這個圈圈 喔 固定了 寶特瓶這邊都有一個圈蓋 嗯 可以把它拆下來 真的不放過生活上任何一個小東西 對啊 因為有時候想到說 反正要丟掉了 妳為什麼不讓他們自然地生長 對 沒有 我們要創造它的第二圈 對 再利用的這樣子 對 這樣這個圈圈就很好用 我們可以把它套在 它可以用什麼 套在衣架這邊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的衣架就可以再往下掛 唉唷 好聰明喔 這個絕對很耐用喔 那妳有想過 那這樣它這個圈圈 它會高興嗎 沒想那麼多 她每天被人家這樣跳 沒想那麼多 她一直在呼喊 Leave me alone 又沒有人 有啦 就發揮它的第二個價值吧 對啊 不然它丟掉也是垃圾啊 對 那妳接下來還有什麼 三秒快速摺衣法嗎 有 對 哇 三秒鐘耶 怎麼可能 會啊 這樣這樣摺好啦 真的 衣櫥打開 妳就這樣 都這樣 就是破壞摺衣法 好啦 這是適用於短袖 其實長袖也可以 只是短袖可能三秒 長袖就五秒鐘這樣子 好 像我們短袖的話 就是把它鋪平 是 好 鋪平之後呢 鋪平 我們從旁邊這邊 拉一條紫線 拉中間 拉過來 蛤 等一下等一下 卡 喔 好快喔 速度也太快了吧 來不及看耶 等一下 慢一點 慢動作重播一下 慢慢走 我們從這邊 領子旁邊大概兩公分左右 是 一條紫線 然後這條紫線 這條紫的中間 右手捏著 對 左手捏上面 然後拉過來 第三點 然後右手拉出來 然後甩出去 折過來 好厲害喔 好奇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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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甄 好奇妙喔 這一招 我都不是這樣 這厲害 這厲害 那我自己 我有自己做那個折一板 來啊 折一板 你好賢慧喔 對啊 好啊 來啊 先要用五的方法 還是要用三秒方法 誰要看你的方法 三秒方法 我方法也很快 先三秒 先三秒 是是是 抓不到 左手拉過來第三點 右手拉出來 甩出去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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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方法是什麼 我的方法是這樣 有比我好嗎 爛透了 爛透了 然後捲起來 然後捲起來 也是可以 然後在哪裡丟掉是不是 沒有 這樣很節省空間 就不大空間 可是這個捲起來比較寬 有一種是三分之一的折法 唉唷 唉唷 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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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小軒你也有折衣服 有沒有知道嗎 也是用捲起來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種是比較快一點的 就是用捲的 像有時候小朋友的衣服 或是那種老公的內衣 比較容易散掉的 就可以把它捲進去 好好玩喔 尤其是小朋友的 你可以這樣收 好可愛喔 真正耶 這個那個內褲 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對對 就是用捲的 這個這樣收 你來一下 好玩喔 對 很方便 息怒 息怒 放棄好沒那麼平 好啦好啦 息怒啦 放棄好 快點 A貓在旁邊 媽媽 媽媽 我要出去 快點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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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了 有什麼 她看到喔 A媽在什麼環境下成長 老婆 下班回來開刀好累喔 要不要煮麵給我吃 有 有 好了 很厲害耶 可以加那麼多細的 好厲害 喬先生你有什麼摺衣服的方法嗎 沒有了啦 就這些的啦 就那些而已啊 剛剛這幾招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我喜歡最後那一招掛包招 就是你那個掛包招 感覺就是怎麼翻都不會亂 而且一般棉梯就可以這樣收 回家老公一路吧 老公西裝摺 西裝不行摺 離婚吧 對 衛生機被修了 那我們現在先先把衣服燙好再摺 還是摺好再燙 所以我會想 燙好再燙 越來越累就對了啦 老婆是說 還有嗎 還有一個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圍巾收納 這個是 我們還是可以自己DIY一個小道具 像這個是外面買得到的這個胖胖衣架 對 就李佩甄買過的那個 對 然後像我們可以買便宜的這種洗衣網 從中間這邊把它穿過去 帶有洞洞 對 像這個你就可以放在衣櫃裡面 這也可以放內衣啊 可以放帽子 對 而且你什麼圍巾啊 帽子啊 帽子啊 對 都可以 是嗎 都可以發現 對 像一般我們圍巾如果說 像剛剛有人說自己掛在衣服上面 可是它久它容易變形 很容易 對 那就可以捲收然後放在袋子裡面 這是好聰明喔 對 這個很棒 很聰明 對 像有些它是垂墜感比較重的 你直接掛圍巾它會變形 對 請問你對這隻都更有什麼想法 非常的好 比較家世達人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再把它 稍微這樣捲收一下就可以了 就像這樣子 所以一個袋子裡面 裡面可以放個兩三條 就很方便 這很不錯耶 真的很不賴 你也不用怕說你的圍巾會打結 對 還是可以再放西裝外套什麼 掛在外面 那我可以用塑膠袋嗎 你很說錯耶 好的 謝謝我們安琪老師 謝謝 讓我們來複習一下 三秒摺衣法吧 首先將衣服鋪平 從肩膀處拉一條直線 然後在對摺之後即可完成 迅速摺衣的動作 不但輕鬆又省時 是不是很不可思議啊 剛才講這個衣櫃的部分 我跟你講鞋子 女人的鞋子 真的太多了啦 真的啊 鞋子是要怎麼樣生理 像你我們開錄到現在 你都穿同一雙鞋 對… 聽一下阿凡 對 我都是專門就是 環保再生的清潔法 或是收納法 像鞋子的話 我都會用過期的乳液 或者是可麗奶 然後去擦它 它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亮 然後另外我們家裡面 可麗奶是什麼 可麗奶就是 吃可麗餅配的嗎 因為這是試瘦的 試瘦的一點 很像牙膏的東西 然後它是白色的 然後你擠出來 擦皮鞋會非常非常亮 鞋墊有在賣的 牙膏是不是也可以啊 牙膏比較不建議 因為比較會傷那個皮質 或者是如果你們家 沒有可麗奶的話 你就可以用過期的乳液啊 你已經發臭 你不會再用的 那你可以一樣 把它擦在鞋子上面 它會發亮 然後像我們一般人家裡面 不是一定都會有衣架嗎 然後就像這種衣架 舊衣架 加上這個絲襪 那絲襪是妳的嗎 阿嬤絲襪 這我媽的 這是風箏嗎 這是要玩 這是撈枕的 像玩絲襪 就是譬如說你已經破掉了 或是舊絲襪 那你已經不穿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套在我們的那個 衣架上面 然後呢 像這樣捲起來之後 然後你的沙發下面 還有你的床鋪下面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 這個很有效 對 這一層 這一層跟毛髮 全部都會吸上來 然後你可以坐在更小更細 你就可以清那個鍵盤裡面 對 然後還有就是像我們啊 這個腳的部分啊 其實我們也不要浪費 你回去可以把它剪下來 然後你可以塞報紙 或者是我們買鞋子回家 它會送那個鞋盒 你把鞋盒剪下來 然後把它捲成長柱狀 然後塞進去 它可以變成你靴子裡面的鞋層 那還有沒有什麼有補充的 其實牙膏最好的方法是洗葡萄耶 蛤 蛤 你們不知道嗎 這個好像有聽過喔 有聽過喔 大家一定要回去試 洗葡萄啊 一定要用剪刀 每一個剪下來 然後呢 剪完以後用牙膏洗 超乾淨 洗完每個亮得像的風 所以它是超... 超韓 葡萄要洗那麼亮的原因是 對 就是因為視覺上的想念啊 所以我是要用那個韓服牙膏 還是超亮白 對 對 那韓服還是不韓服 用防止那個會牙膏 還是去菸購的那一種 不是 對 立刻一種 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其實葡萄上面有很多 蜘蛛網 果膠 農藥 然後你用牙膏 然後把它就是 你先放到水桶裡面去嘛 然後你大概擠半根手指的牙膏量 然後把它戳一戳 拿起來 每個葡萄都亮到會發光 這樣會變成不合口味嗎 可是你旁邊的機會 有不同的看法 對 其實用牙膏洗葡萄是不對的方法 蛤 為什麼 對 因為其實牙膏呢 其實有一些化學的藥劑成分 其實洗葡萄最好的方式是用麵粉 欸 麵粉 真的嗎 好巧 剛好他們就在旁邊 中筋 中筋還低筋 用麵粉 都可以 都可以 不要買到太白粉 因為會格格的 對 就用麵粉洗葡萄 所以洗完之後再拿去炸是不是 對 最對的 天賦了 天賦了 沒有 就用麵粉洗是很好的方式這樣 是老一輩阿嬤跟我說的 可是牙膏那個是葡萄產銷會的農會長跟我講的 真的假的 那應該會被騙人了吧 沒有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私底下再聊 我們都回去試試看就知道 都試試看 兩個都可以試試看 那老師 講到那個牙膏 我是用牙膏擦鏡子 跟報紙非常非常亮 報紙擦鏡子很亮 對 我是牙膏 但是我現在是要教大家摺一個 就是我們常常出門要帶購物袋 可是如果像去買那個水果什麼 我們這種替代啊 就覺得不漂亮對不對 一般的這種替代 那你摺又很不容易摺得很漂亮 我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它摺很小 很窄 很窄 然後它也不大會散掉 什麼尺寸都可以 對 這樣摺起來很有時尚感耶 但打開還是聳啊 那明明就是一個小的 頭包袋 它是這種袋子 那你把它摺一半之後 再摺一半 再摺一半 長形 四分之一 對長形的之後攤平嘛 然後就三角形 一路摺上去 這樣三角形 然後它就空氣會一直壓出來 然後摺到盡頭的時候這個捲進來 然後你就塞到這裡面去 可以再摺一個小三角摺進去 摺進去之後把它壓扁就好了 如果它材質好的話 就不會跑出來 那如果材質比較軟 你就用這個香皮筋這樣子 八角形捲一個有沒有 很簡單 哇 時尚購物袋耶 時尚會覺得很難看 對啊 那捷運袋都可以戴 真的耶 這樣婆婆看到她弄這樣 很厲害 很輕鬆 對啊 好節省空間喔 對 這個很建議大家可以 誰說熟女就愛花錢 許多熟女都相當的節儉 接下來我們就要為大家介紹 冬天必備的靴子 可以用什麼環保的方法 收納和保養呢 到底要怎麼樣收納呢 聽說有很多是廢物利用的方法 對 那在收納之前一定要清潔乾淨 對啊 像這個超難清的耶 對 其實像這種 如果說這個問題比較大的是 它毛會不順 對 毛這樣會壓得扁扁的 還是又洗完要加潤絲嗎 哈哈哈哈 就會這樣 然後會把他這樣吹 對啊 他要上鞋子 要不要上一點你指甲 對 就是像這種啦 基本上不大建議整個用水洗 所以下雨天千萬不要穿出去 真的 這很難清 對 像有時候下雨天看到人家穿那種 脊皮跟那種毛靴 會想上去給他兩巴掌嗎 會想建議他說不要穿這樣出門 對 也很好耶 鞋子最好的保養方法就是都不要穿 也不行 很難很難 很難很難 對啊 所以就是要注意一下基本保養 那如果說真的有點髒 就用濕布稍微擦過 濕布擦就可以了嗎 對 基本上濕布擦過 然後吹風機吹一吹 不要讓它濕濕的就可以 對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毛塌塌的怎麼辦 好 我們要準備的是 梳子 對 刮膨啊 因為它毛不... 所以刮一刮就碰了 對啊 我頭髮都是這樣 所以很怕就刮一刮就碰了 首先我們要先從根部的地方 我們就根部的地方稍微把它 真的是刮耶 真的是輕輕的 可是不要太用力 就是把毛 就是把根部的地方稍微刮一下之後 先輕輕的逆毛 輕輕的逆毛之後 然後再順毛 讓它順了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光澤是不一樣的 我們就要膨了耶 重點是要溫柔對待它 很多很用力就把那個毛全部扯下來 有 很多髮型師都這樣 你現在在抱怨嗎 好 這樣我們... 這顆頭不是它的 它就在那邊亂搞 所以我們這樣稍微用這個 就是扁梳 稍微這樣輕輕的 好膨喔 而且一定要從根部的地方 輕輕的用力扯 這拳也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 可以 稍微這樣子 它的毛就會比較順 你看擦好多喔 你看那裡面喔 就不可愛 對 這樣就會很可愛 喔 對 可愛喔 剪毛不會糾結在一起 站起來咧 對 因為曾經很多人是 很多人是濕布擦完之後就不理它 就是它毛是糾結的 它沒有光澤 那這雙可以丟了吧 這個像是出了門之後 被丟到水溝 剪起來又被卡車輾過好不好 其實這種鞋真的可以丟了吧 對啊 很動人 很多人是濕布擦完之後就不理它 結果它毛是糾結的 它沒有光澤 那這雙可以丟了吧 這個像是出了門之後 被丟到水溝 剪起來又被卡車輾過好不好 其實這種鞋真的可以丟了吧 對啊 這雙是跟楊日松借的吧 工作人員的鞋子 重點不在它裡面 就在外面 它誤掉了 對 像有時候我們鞋子放在衣櫃裡面 放在鞋櫃裡面放久了 它會叫一點點發霉 黑黑的不亮 我們可以準備香蕉皮 為什麼 香蕉皮 我們吃完香蕉的香蕉皮 用外面還裡面 我們用白色這一面 摔死 然後就是 摔死 丟在路上 是插在鞋面 不是插在鞋底 OK 想說這樣 對啊 亮了 好神奇喔 那會長滑影嗎 好亮喔 太亮了吧 把它插乾淨 因為 好亮喔 為什麼會變這樣 好奇怪喔 它這個裡面是有什麼樣的成分 微果酸吧 好 像我們一般 我們的香蕉皮 香蕉皮的內側白色的部分 它有很豐富的丹寧酸 那丹寧酸它對於皮革 它就是有軟化的效果 它可以軟化皮革 它也可以把污垢 讓它溶解出來 加上它這個有點點 像有點像纖維的粗糙度 它也可以幫助去污 對 那只有對斜皮有用嗎 眼皮 眼皮 眼皮革的人沒有 我幫你擦看看 你試試看啊 看會軟化你的心 所以像我們一般皮革的鞋子 都可以這樣處理 這個也是收納的方法 收納的部分 對 那其實像我們女生 就是蜈蜈來著嘛 鞋子一定很多 對啊 那有時候你覺得說 鞋櫃裡面真的鞋子 放沒幾雙就滿了 對 那像我自己的方法 哪會利用面紙盒 其實像面紙盒或是原本的鞋盒都可以 就是側面這邊 把它開一個門 對 或是原本的鞋盒也可以 然後我們的鞋子呢 就是這種 大概三五公分以下的都可以 這種超高當然就沒辦法放啦 就是前後左右這樣子顛倒的 然後就可以把它塞 這樣子 然後把它塞在我們的面紙盒裡頭 喔 這是平底鞋 然後可以把它墊起來 因為這樣收納方法 第一個好處是 我的空間會比較省一點 而且我比較好抽取 而且鞋不會變形 對 鞋子比較不會變形 那如果說我們剛剛講 真的很高的怎麼辦 對啊 恨天高的怎麼辦 對啊 每一雙都很高耶 對 對啊 對啊 我現在地下室咧 你很過分 這要怎麼收 有什麼要說的嗎 這要怎麼收 好啦 像這種 我們就是一般還是會配合鞋盒 對 搭配鞋盒 那有的人說我放鞋盒 我有時候拿不方便 我們就直接放鞋櫃 對 可是放鞋櫃會有一個問題 會有灰塵 對 所以我們就利用絲襪來幫忙 絲襪 絲襪很會除灰塵 對 像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清乾淨的鞋子 要放在鞋櫃裡頭 我們就是用絲襪把它套起來 蛤 它可以防塵 對喔 它可以防光 對 像有時候 鞋子那麼多雙 可是有時候沒辦法說 每天真的都穿 真的真的 這個方法好 像有時候你放一個禮拜 鞋子就有灰塵了 像這種方法 你放在鞋櫃裡頭 你不用怕它有灰塵 絲襪真的很讚 它可以清很多灰塵 對 而且這種東西阿嬤都很多 你去她的衣櫃去就好了 對 我真要講 因為我們這一代 真的沒有在穿絲襪 我們這一代 有啊 你怎麼會 絲襪很好用 你看我穿絲襪都不用洗澡 防灰塵 防灰塵 那你怎麼套著頭啊 你也不用再卸妝嗎 不是 而且它說這個不常穿 是因為這個 只有到這邊而已的 沒有 它是撿的吧 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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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靴子呢 那靴子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的靴子呢 是這種軟的 對 然後就這樣放著 就是利用這個 這是什麼 文件夾那種 文件夾 就兩個黏在一起 膠帶黏在一起 然後捲成直筒 然後把它塞在靴子裡面 它就可以定型了 真的耶 又透氣 又透氣 又透風 真的耶 但有時候裡面有味道怎麼辦 就是木炭 烤肉用的木炭 用不要的布袋子 或是舊蛙子裝起來 放裡面 它可以出臭 然後再點火 再烤肉 然後再烤肉 不要這樣想不開 好不好小翔 很厲害耶 對 那像一樣啊 就是放著會有灰塵 我們就可以幫它做一個防塵袋 那像有些靴子它本身會附 可是在有時候耐用度不夠 它有時候用布枝布什麼的 其實酒就容易髒掉 或是說不能洗啊 對 我們可以用不要的長褲 長褲 運動長褲 寬鬆的運動長褲 我們把它的褲管剪下來 褲管剪下來之後 我們從另外一邊這邊 把它捲起來 然後用別針 把它別起來 對 當然你說用縫的也可以啦 別針是比較快速一點 然後把它翻到正面 它就是一個很好用的防塵套 所以很寬鬆的 人愛如此 對 然後你的靴子呢就可以放進去 不常穿的啦 喔 欸 這種爛褲子老公很多啊 對對 超多的 你這樣好像禮物喔 對 很漂亮 你這把它塞進去不就好了嗎 你可以 像這樣子 不常穿就可以把它套起來 不是 你要想說當初 為什麼會買這件褲子吧 要命 對啊 這個顏色 對啊 跟春幹一樣 穿出門嗎 是不是 欸它這個真的是褲子 你看這個是那個 鎖口的地方 對啊 對 就很方便 這些聰明神奇又省錢的家事收納 相信已經讓大家開了眼界 如果能夠充分運用 一定馬上能夠發掘其中的妙用 大家也能夠很快成為家事高手 事不宜迟 我們趕快來試試看吧 大家很多種方法對不對 對啊 其實妙用無窮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要起來掃啊 你要用啊 真的 你只坐在那邊 東西不會變整齊 家裡也不會變乾淨的好嗎 那是真的 對不對 好不好 大家回去動一動啦 過年大掃除嘛 家家戶戶都是這樣 來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也謝謝我們三位嘉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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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